明天,警方在废弃大楼旁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身穿奇装异服的少女在空中俯视着一切 次日,废弃大楼的天台上 少年丁无想太照常进行着火箭升空的研究 牛等生,明日耐被他当歪心扭霸的字迹斗笑 想太鼓起勇气,准备下明日耐告白时 对方接到了一桶奶电,脸色瞬间一沉 大楼旁遇害的男子正是明日耐的父亲 忙于协助警方调查,向太能见他的机会越来越少 初天后返回天台,向太发现一位陌生的少女文家 以及他那会说话的奇妙手杖卡在他 文家说自己是来给明日耐的父亲送信的 对方指定的收信人是明日耐的男友 说完,翔太红着脸否认了这个身份 其实,他和明日耐相识并不久 当时他的火箭升空失败 吓到了碰巧上来的明日耐 明日耐很感兴趣 时不时过来看他的研究 两人才逐渐数落下来 听完,文家判断翔太不是收信对象 把信收了回去 原来,这是一封死后文 是死者在死后世界留下的最后遗言 想太不忍心明日耐父亲死后的遗言没人听见 相信挽留文家 表示自己要收下这封信 为了拥有收信的资格 他决定打电话给明日耐告白 无奈自己太怂 最后只好以实验成功为由 也明日耐一起看火箭升空 等到时候告白 明日耐答应了 事情算成功了一半 文家同意再给祥太时间 在祥太全心全意的研发下 火箭实验终于在短时间内成功了 总算没有辜负明日耐的信任 祥太满心期待着未来 可就在告白的前一天 他在地上发现了明日耐父亲的死后文 与此同时 文家和卡纳卡探索了废隙大楼 发现楼下其实还有一个能用的房间 里面摆放着双人床 一些摄影工具 那一刹那 文家想起了一位全身上下被写满文字的少女 准备折返时 卡纳卡开始多番阻扰 原来上头吩咐不要在同一个案子浪费太多时间 所以卡纳卡已经偷偷把信给了小泰 没等明日耐回应告白 温家来到了这里 祥太激动的为明日耐辩护 主动说出了死后吻的内容 明日耐听完点深沉 面对迎面走来的明日耐 文家提问 姜泰是不是她的恋人 从明日耐的反应 恩家理解到收信人并不存在 最终放弃了任务返回天界 冷静下来后 别人在斗手埋尸掩盖罪行 随后回到服医院带着妹妹适应生活 环境改善了许多 她却没有从此快乐起来 校园里的各种流言蜚语从未间断 过去发生的事也绕在心里无法退去 一直以来 她都是父亲的赚钱工具 只要付钱 就能在现场让她任意摆拍 而工作地点 就是废弃大楼的那张双人床 环以为自己逆来顺受就算了 想不到父亲还打算让妹妹出来帮忙 出于保护妹妹的心态 她对父亲下了杀手 且在那之后 一秒也没有后悔过 事实没有允许她守在妹妹身边 警方不仅很快找到了祥太的尸体 还从手机通讯录顺藤摸瓜查到了名人带身上 为了逃避追捕 她果断剪掉一头长发 搭上离开的列车 想不到文家又找到了她 只是这回 文家是来给祥太送死后闻的 从头到尾 就算最后被敏任来杀死 祥太也没有怨恨过她 只怪着自己没有及时注意到她的痛苦 感谢她愿意相信自己的火箭 及时的善良 令敏任来陷入烦思 和祥太的相处中 她撒谎说自己是学生会长 为钢琴 事实上 在祥太为梦想努力的那栋大楼里 她能看见的只是一片昏暗又恶心的天花板 出于愧疚 她决定为祥太实现梦想 查询祥太以他们姐妹的名字为火箭命名 感动的为火箭写上了祥太的名字 与此同时 警方已经判断杀人动机纯粹的她 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 老警官率先找到明仁奈 一阵大风令布和绳子铲住了火箭 不想火箭升空失败 明仁奈冲上前想将绳索割掉 无奈在外人看来 她的举动就像是小袭警一样 伴随着一声枪响 她被身后的年轻警员误杀 唯一庆幸的是 她见证了火箭升空 才结束了悲催的一生 对妹妹的爱与祝福 也化作死后文 给予妹妹火下去的勇气 至此剧情来到了第二个故事 约台前 少年小族萌生了 跳下去会怎样的念头 来到学校谈了好友 有没有想过寻死 眼睛来挨要直说没有 欧毛千川认真想了想 也表示没想过死 说完 健忘的她发现自己忘了职日 便退出了话题 故事到这里 我们来猜猜这三个人 哪一位是本剧的重要角色吧 夜晚 小猪接到千川从公寓顶楼 跳楼身亡的消息 没有遗书 没有任何前兆 千川一直是个开朗的人 明明早上才说没想过死 怎么突然就跳楼了呢 媒体和校方都误认为千川死前遭遇过校园 欺凌 小猪虽很清楚没有这件事 但也意识到自己根本不了解千川 对此阿药是过来人 初中那年 他班里的同学突然开枪射击佳人 几天过去 千川跳楼的理由依旧是个谜 千川的父亲发现事情会有没有知 居然带了把猎枪来审问班里的同学们 大家背下的胆颤心惊 身为千川好友的小猪 莫免成了其父亲抱与期望的对象 就在这时 文家闯入给小猪送来千川的死后门 千川父亲想要顶破星剑 被文家霸气以枪回队 其冒被阿药一眼认了出来 信件的内容 提及了他们当时没了完的话题 事实上 千川也想过跳下去会怎么样 他没有想死的念头 都是也没有活下去的执念 所以只是尊重了当下的想法 纯粹的跳下去而已 儿子的淡然让父亲的悲痛像一场闹剧 事故与父亲被警方逮捕高中 文家打算离开时 被阿药追上一把喊住 原来文家和他那名开枪射杀父亲的同学 每穿文歌长得一模一样 阿药想要了解为什么 但文家却只是卡纳卡送他离开 为什么呢 阿药将事情告诉自己身为警官的父亲 只见父亲的脸色凝重 一脸不可自信的说 不可能 因为 他很确定每穿文歌这几年来都躺在医院昏迷不醒 画面一转 文家又接到了新任务 这次的收信人是一只黑色的猫猫 好不容易靠近他 却被自己收信的前辈千秋港杂 原来千秋从很远就追着猫猫跑了三天 两人都接到任务 分别为饲养这只猫的一对老夫妇送信 然而他们和猫语言不通 如何让猫不要逃跑乖乖收信呢 千秋动了动脑筋 决定使用堪称猫咪毒品的母天鸟 于是念出代号 千秋发动了隐身技能 打算去店里将木天鸟偷出来 文家认为偷东西不对 果断将他打出原形 两人正为钱而发愁时 路过的猥琐难看中文家的美貌上线 动手动脚 文家与千秋将他们袭落一番 见对方气急败坏动手打人 文家必以正当防卫为由 将他们打得爆出装备 这下钱有了 木天鸟有了 两人用探考的方式试着把味道加重 期间千秋忍不住好奇文家的身份 负责送死后的邮差全是死人 按道理说无论过多少年 样貌都不会改变 偏偏文家入职三年 每次见面都察觉他长大了一些 很快 木天鸟的气味引来了一大群猫 文家怕猫差点被吓得要死 究竟他们能否顺利给那只猫猫送信呢 另一边想自从见到文家以后 阿耀每一天都在找旧同学打听文哥的去向 终于找到了文哥以前的朋友下乡 诉讼时阿耀的确向文哥告白过 只不过文哥当场被吓跑了 这段感情也就这样无计而终 透过询问下乡 阿耀得知了文哥所住病院的名字 于此同时 那只猫不紧不慢从他们面前经过 两人为了追着猫 又是飞天又是围堵各位卯足的镜 途中飞过医院 文家看见病床上的自己 顿时失了心神 一方撞出 还直接跌撞在阿耀身上 凭借完美的躲闪 文家成功避免与阿耀碰面 但也因此没有成功抓住猫猫 让他跑进了一栋正在被拆见的旧公寓 一看猫猫即将被压成肉饼 先就不顾危险追赶进屋 成功抱起猫猫的瞬间 他因飞行能力到达敌舰 打回原形 他在关键时刻 文家迎身赶走了司机 哭乱甩动大铁球 一方闹鬼事件 才将千秋和猫猫救下 历经此事 文家和千秋的友谊立下了基础 猫猫在这里相当坦然自在 因为这里是寄信人的住处 猫猫生活了多年的家 两人打开死后闻 里边没有什么信 只有打开这间房的钥匙 猫猫是老夫妇最后的信人 文家尊重寄信人的医院 让猫猫好好与这里告别 到此 故事进入一个治愈的篇章 深夜 少年森下俊介在论坛上发现有个化名为 半死人的男生 称自己每天都被班里的同学欺负 唱歌时还被人用原规针尖刺了背后 俊介班里也有这样的人 那位被欺负的同学名叫菊川 这天 霸凌着将他的书包变成班上的垃圾桶 让全班将垃圾都往里面扔 对这件事 俊介见怪不怪 觉得弱肉强食是现实的规则 只要没引发人命就好 他没有想到 心灵手段很快又升级了 同学们甚至扒掉菊川的裤子 拍他被老师教训做题时不肯配合 被误以为是坏孩子 上学回家 俊介打开论坛 发现半死人又在网上倾诉今天的事 非常巧合 他的遭遇 和菊川发生的一模一样 难道 第二天 菊川的笑鞋被扔掉了 路过的俊介试探性的叫了他的网名 从他的反应 确认了他就是半死人 菊川像找到救星一样向俊介求救 害怕其过激的反应 加上不想摊上麻烦 俊介选择了逃走 然而 这一幕被欺凌者们看见 是一只勃勃想让俊介来取代菊川 俊介否认自己是菊川的朋友 结果七零者们露出快笑 让他来证明一下 破云无奈 菊川在深夜给菊川打了电话 也愿意协助他为由 约他到学校天台一趟 菊川从而希望赶紧赴约 才发现自己中了计 俊介配合七零者们将钢筋架在高处 逼菊川踩着钢筋走到对面去 菊川吓得立马跪地扣头 好在 俊介心道不坏 早就偷偷联系警卫来破坏七零者的计划 奈何这群人的演技非常逼真 装成是菊川的朋友就混了过去 惊闲的一天总算结束 俊介松了一口气 安然入睡 想不到隔天 老师就宣布菊川去世了 俊介和同学们都惊讶了好一阵子 然后又回到了日常生活 只是 一些正如七零者所说 班里需要一个菊川这样的角色 所以当俊介被原规尖头刺中 他睡觉意识到 自己成为了菊川的代替品 化身为半死人噩耗 菊川在网上倾诉自己的遭遇 没有人生同感受 只有不知情的责难与嘲讽 从那天开始 涂鸦 藏鞋 书包变垃圾桶 图定特制便当 菊川通通经历了一遍 最后七零者们顾忌重施 让他踩着钢筋走到对面 菊川知道这样必死无疑 挣扎着不想就范时 文家突然出现 接入七零者 随后将死后文交给菊姐 寄信人是菊川 这是一封充满怨恨的信 指引 菊川认定是菊姐和七零者们 联手欺负他 七零者们爬起身 又想继续欺负菊姐 最终 身心被逼入墙角的菊姐 彻底发狂 为了活下去 尖习了地上的螺丝刀 全力捅向欺负他的人 那一刻 社会性的他死去了 为了活下来 遵从了野性 成为了真真正正的半死人 以上为此后文上半部的剧情 遇之后事 尽管看原作 以后是等待我下半部的解说 喜欢的话可以点赞 分享留言 作为知识 我是魔女佳儿 我们下期见